今年,有不少谢礼剧陆续播出了,前有唐烟,罗靖的规矩来,如今正在播出的是黄晓明,烟涛,秦海陆的米学道的许多年,虽说这些剧是谢礼剧, 但老实说都没有真正还原那个时代的东西,看着有点失真,你迟到的许多年,讲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故事,剧组宣传师还打着还原时代的的旗号,然而看了之后会发现,这部剧有点个偶像剧的影子,故事是从1985年开始说起的,黄晓明饰演的是一个铁道兵军人,当时正在带领他的连蛙隧道, 黄晓明一出场是睡在隧道里的,场景和化妆上都还算接地气,但到了后面,黄晓明仿佛像在拍杂志一样,每个镜头都得秀出自己苦苦锻炼出来的肌肉,给预党的工人喂水时,黄晓明并没有把工人放在自己的怀里喂,而是让他整在自己的大腿上,用一种能把自己的六块腹肌,胸肌,红二头肌,都能展现的动作来喂, 也是煞肺苦心,后面黄晓明还蹲下来给夏树检查脚伤,可是黄晓明并没有正面对着夏树检查,而是侧之身,务必把肌肉对准镜头,带领夏树等待爆破的时候,黄晓明还不忘插个口袋,仿佛他面对的不是隧道,而是一群摄影师, 看工具的时候,黄晓明更像是拍杂志一样,看得很帅气,黄晓明总是很懂自己什么样的动作,能把肌肉完美的秀出来,跟其他演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,其实时刻耍帅不是,黄晓明的错,也许因为他拍过太多偶像剧了, 有些表情和动作已经下意识不呈现出帅的样子,所以即使他知道自己在拍年代剧,也依然情不自禁耍起了帅,在你迟到的许多年里,某些瞬间黄晓明还演出,乐点霸道总裁的样子,比如这个霸道总裁是皱眉,仿佛下一句,他就要开口说,给我解决掉他,这个吩咐下属做事的表情,放到偶像剧里也不违和, 要是黄晓明的脸没有刻意涂黑,其实他演起来可能跟何以胜肖默,没有太大的不同,唯一的不同,就是黄晓明也学会瞪眼的演技了,这种演技他在何以胜肖默是没有的,难道是跟老婆按着了贝比学的? 接下来,我们再看看女主角樱桃,他饰演的是女军衣,通告里把他演的角色,称为时代先锋女性,看了剧就会觉得,烟桃的决斗和只是时代先锋,简直就是时尚先锋。 在军队里,烟桃穿的不是军装或者护士服,而是衬衫加装长裙加高跟鞋,黄晓明看到他时都忍不住耍起帅来了,烟桃这超前的造型,时尚的都不像那个年代的人了,你们说这究竟是献礼剧还是偶像剧? 作为男女主角,黄晓明和烟桃还在隧道里,上演的一出隧道情人之物把你搂在我怀里,烟桃在隧道里走路的时候,穿着高跟鞋的他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了,黄晓明立刻上前抱住了他,抱住就算了,导演还用了特写,近景,远景多,各镜头去呈现这暧昧的一幕。 这不就是偶像剧最爱用的手法,是瞧完隧道之后,烟桃用一根手指扶住黄晓明,以便自己穿回鞋子,而被扶住的黄晓明则羞色的像一个情窦珠开的大男孩,这情节看着真的很偶像剧了,看完了这些,你们对这不屑里就还有信心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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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